中国女星袁冰岩 因出沿路巨流离而爆红 没想要在事业攀上高峰之际 她却在2022年被爆出 名下公司涉及逃漏税 她在事件爆发后 并没有对此事做出任何解释 社群账号也没有被封锁 因此不少人认为她似乎挺过了危机 不过日前重庆市税务局 第七机查局公布 经过前期风险分析 以及多次提醒后 袁冰岩并没有彻底整改 因此对其进行了税务检查 确认袁冰岩存在逃漏税行为 税务局透露 袁冰岩在调查过程中 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 并主动通报了 其他未知的涉税违法行为 因此对其追缴税款 加收至纳金以及罚款 总计约台币1915万元 对此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前几天律师还为她发声 如今被政府机关正式通报 袁冰岩的社群 搞不好过几天就会被封好了呢